乌伦 被劫华裔长者死亡 疑犯被控谋杀 一名75岁华裔长者 本星期二在乌伦美丽湖附近的Jane大道 加Purkins街被人推倒在地实施抢劫 受害人Pak Chong后 当日在医院被诊断为脑死亡 而到星期四当局证实 后正式死亡 而较早时被拘捕的疑犯Tiande Bailey 也被指控谋杀 据悉 案发当日早上 接近7时 后在亚当斯社区陈运 被人抢劫并将他推倒在地上 后头部受伤 脑部严重受损 乌伦警方在星期二晚拘捕26岁的Baley 怀疑他和案件有关 现实 他已经被控谋杀罪 他也要面对一级抢劫和袭击他人罪行 Baley也被指 在上个月潜入一间72岁长者的家中抢劫 当时 歹徒也将屋主推倒 抢去手机及拿走其他物品 检控官表示 Baley上个月初 在三番市被指涉及另一宗抢劫罪 但聆讯之后释放 检控官称Baley有多次重罪案底 消息透露 他在星期二企图逃脱警方的追捕 开车在乌轮乱闯 后来终于被警察逮捕 Baley目前被扣押在Santa Rita监狱 不准保释 预计他会在星期五提堂 天下卫视记者 虚音报道